这个日本姑娘名叫爱光申子 她谈恋爱有个怪癖 对年轻帅气的男生没感觉 反而迷恋年过半百的大叔 更变态的是 她喜欢偷拍各种大叔 她把这些大叔的照片冲洗出来 还起了个名字 快乐大叔收藏册 这天夜里 申子整理好收藏册 从床下拿出按摩仪 正准备好好放松一下 突然 申子非常尴尬 她从没和同龄人交往过 根本给不出建议 就在这时电话响起 申子以为是按摩仪 手忙脚乱藏在枕头下 结果没想到是手机来电 申子的前男友伟太郎 英年早逝 享年七十 通知他去参加追悼会 亲朋好友都很诧异 伟太郎还有这么年轻貌美的女友 看来这辈子没白火 但申子开始担心 其他的前男友 不知道年事已高的 他们过得如何 于是他开始挨个拜访 首先第一站 是开理发店的托尼 尽管托尼的头发 都已经脱离了头皮 却贴心地送给申子 一次免费的洗剪吹服 第二站是修理厂的强哥 强哥见到申子 既开心又伤感 因为他已经强不起来了 必须靠其他手段 才能够重新找回年轻的冲动 第三个要见的人 是年纪相对最小的 眼镜哥 眼镜哥表示 择日不如撞日 干脆再重温一下 曾经的感觉 其实申子也清楚 这样不正常的恋爱关系 是没有未来的 所以他鼓起勇气 接受了公司小帅的追求 没想到一下子 打开了他的新世界 2